小心 你看我这眼神 小心手 回来啦 杨菲灯怎么还没关呢 先别管 怎么了 什么妈的迟我还给你个费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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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金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志投 本节目由冠生源蜂蜜联合赞助播出 冠生源蜂蜜安心好蜜健康投资 大家好 我是杨子 指数维持震荡 做多情绪回暖 题材活跃 短期是否进入了安全操作周期了呢 震荡格局之下 市场风格会发生改变吗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 您可以关注谈股论金的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 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 发表您的真知灼见 可以在谈股论金官方微信留下您的姓名 还有您的联系方式 稍后我们的小编会马上联系您 好了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带来的观点 袁建新您好 杨子您好 今天这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股 是再度持续活跃 那么消费股一要喝酒 喝酒吃药一动 往往就想到什么 防御 那么现在是不是防御又当时 或者说防御板块又起来了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还是要看看今年以来行情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其实今年以来行情 确实你要从板块的一个变化来看 变化真是多端 但往往是翘翘板那个行情 你方唱吧 我登场 我唱累了 休息完 休息完了 喝口水再来 往往市场的行情 板块的一个轮动 就是这个节奏 你去看看最近一段时间 医药也好 这个白酒也好 都是经过前期 有一段时间的一个修整 而近阶段的开始活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跟指数的是不是修整 没有多大关系 而且应该说消费股的进阶段的一个活跃 往往还是跟涨价预期 有比较大的关系 那么也包括有些消费类的 它牵涉到一些成本的一个下降 那么看起来利润有增长的一个预期 那么有部分 比如说牛奶 酱油 醋 榨菜等等这些 都是直接宣布我要涨价 涨价的一个比例 好像看起来不小 所以造成了这些板块 都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 而今天我们刚才说到白酒 和医药板块 医药板块是经过了前一阶段连续下跌 因为什么呢 因为又有一轮新的价格的一个谈判 那么这个价格谈判已经过去了 9号到11号结束了 结束我们实际上好像看到 从9号谈判开始 因为市场舆论说 这一次是考虑的一个是什么呢 合理的一个区间 合理的一个价格 有了合理以后 我们发现市场满接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上海话叫接领字 这普通话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用什么词来取代 那么市场呢 从9号我们可以看到 医药板块就开始起来了 比如包括像CRO等等 这些板块都起来了 那白酒板块也是 最近一段时间是比较活跃的 所以老员回顾一下这个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你可以寻找一些有底部特征的 也就回落了一阶段 看看跌不动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得注意一下 假如有消息面的一个刺激的话 那往往这部分就会来劲 那么这个是从板块的一个角度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量 量方面的一个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北向资金 北向资金流入41.99亿 今天北向资金主要还是深谷通贡献的 42.63亿 北向资金深谷通的今天是一路流入的一个状态 好像一点都不疲倦 上下午的一个邪率是差不多的 但护股通呢就没有那么好了 上午就第一波是比较明显 之后呢开始下台阶休息 再下台阶最后导致流出了不到一个亿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总体上的两者呢差别很大 深谷通是比较的活跃 同时呢今天整体的一个成交量 依然在万亿之上 1.1万亿左右这么一个成交量的水平 那么昨天我们说这个北交所开落了 那昨天北交所开落呢 整体成交金额95.67亿 今天是多少 好多朋友都问我今天是多少 今天腰窄一半 45个亿都不到 那如果明天后天接下来几天 成交金额继续萎靡的话 那么北交所就相当于A股 我们主板这个市场啊 一些头部的个股的一天那个成交量 今天我看了一下啊 45亿左右呢是排在第13位 所以对这个目前的互生两市的一个影响 这个冲击力啊 没有一开始那么大 所以我想这部分呢可以先放一边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下资金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今天南下资金呢是回流了17个亿 这个回流呢来自于护港通 这个港股通护股的一个方向 这是南下资金的一个情况 咱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个风格 今天那个市场风格呢 蛮有意思的 大盘股呢一直想上 尤其上午上一个台阶以后呢 横盘整理 横不住啊 在下午呢没有办法去创新高 所以呢一波回调 然后又是一个横盘的一个过程 而小盘股呢除了上午上来的时候 这个兴奋了一会儿之后呢就是横盘下台阶 横盘再下台阶再横盘这样的一个走势 所以现阶段呢应该小盘股呢到昨天为止 九连阳上升以后啊 那么现在显然有点疲倦 有点回落的一个味道 那大盘股呢似乎在这么一个当口呢 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尽管想上啊 但是呢资金恐怕还不够支撑大盘股连续向上 所以只回了半天 咱们再来看一下 互生两次板块涨幅牌前类的有哪些啊 海底光栏 白酒CIO概念 酒级饮料 以及辅助升值 像海底光栏呢前一阶段 我们跟大家提到海上风能的时候啊 提到一些操导材料的时候呢 就提到过啊 海底光栏的一个事情啊 那么今天呢是继续出现了一个强劲的一个表现 从下跌前类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像轮胎通用航空啊 航母产业大飞机运输设备啊 那么今天呢是有4.93%到3.56%的一个下跌 咱们再来看一下 科创版前十大权重的一个 今天那个表现 只有两家上涨啊 那么其中一家传营控股呢 那涨幅是达到了5.46% 下跌当中呢 像天和光门光能啊 跌幅呢是达到了3%以上啊 3.56% 其余的没有超过3%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比较多的啊 是在2%左右的一个下跌 那么这对指数的一个拖累也不小 那看一下创版前十大权重的一个情况啊 5加涨5加跌 但是下跌当中呢像宁德时代 它因为1.4万多亿的一个总市值 那么跟下面的一大批相比呢 这个实在是权重太大啊 所以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么在上涨当中呢 卖了医疗 爱尔眼科啊 自飞生物啊 包括康隆化成啊 都是属于医药板块 那么只有金龙鱼啊 是一家是属于消费啊 那么还有主板市场的一个情况呢 白酒啊 其实理论上也算是消费 对吧 当然白酒当中茅台呢 形象比较特殊一点啊 那么今天呢 涨了2.66% 我再看一下深圳的一个情况啊 深圳呢 像五粮业 卢州老轿 还有什么 还有洋河三瓶酒 涨幅都不小 那么此外呢 还有一家力信精密 也有2.73%的一个上涨 那么这是今天盘灭的一个情况 先跟大家做这么一个交流 接下来要请出来到 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 是季敬峰 另外一位呢 是徐崇 两位好啊 那今天那个市场呢 其实我们看到啊 市场呢 还是涨跌互相 老习惯了啊 那么今天的这个指数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 那么指数震荡以后 现在操作方面 还是要以低位的方向为主吗 我来听听两位的看法 我们先请出季敬峰 来 有请 好的 我认为指数呢 层面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么盘面上的个股表现来看的话 还是一种 个股逻辑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 这种低位呢 也不能完全来说是 这种高低切换的那种低位 可能还是要具体到 个股和行业的一个 基本情况来看 还是要结合行业的基本面 以及这个股票基本面的一个走势情况 那这是季敬峰的一个看法 我们再请出徐史龙 听听徐史龙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来 有请 我觉得大盘指数目前还是一个处于破烂不新做底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赚钱效应呢 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在创业板这边呢 已经展开了 所以就目前而言呢 还是先在创业板里面继续还是维持一个操作 赚钱 什么时候切换过来 那么就看创业板什么时候头部跟大盘的一个切换 如果这个时候切换完成了 那再把目光转移到大盘指数这边来 现在还是创业板更活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一些嘉宾在有看头加上的一些观点 白眼杰呢 是昨天晚上给出的一个观点 是主板短期能有调整 资金呢 是持续高低切 那老元呢 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 给出了一个观点 是目前是户子 还是在六四均线和年线 这个之间做一个盘整 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个盘局 那我想都会有一段流畅的一个走势 当然我们是希望突破六四均线 但近阶段呢 似乎事与愿违 那么尤其今天 重新又在下移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徐书龙的一个观点 也是早晨给出的 当下市场是一个东波的一个季节 股指向下空间有限 跨年度的行情将会有序展开 定位明呢 是在今天盘后给出的一个观点 要注意上证三千四百八十七点的支撑力度 明天市场将选择突破的一个方向 还有入役的一个观点呢 是继续看好 互生三百的一个性价比 家电行业存在一个安全的一个边际 光明给出的一个观点呢 是要看十日均线附近或探敌反弹 那这是我们一些嘉宾在有看多家上发表的他们的一些观点 那接下来我们先送出一个通知 咱们第一财经有看多家2022年强跑策略课来了 由动物证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 陈里看到资产总经理潘江 第一财经特约嘉宾莫维华 菊磊 余勇和老袁等十一位大咖 为您线上解读资本市场的热点政策 未来三到五年的黄金赛道的一个投资机会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 来下载并且登陆有看多家 畅听五小时的干货内容 进阶您的投资方法论 有看多家让投资大有看头 好了 我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两个嘉宾 一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个观点 我们先请出徐世龙 来 有请 好 对于整个一个大板指数 我觉得目前还是一个正当做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我一贯以来的一个观点 但是对于操作来说 其实还是已经有赚钱效应了 在创业版这一块 我们先来看上升指数的这样一个目前运行情况 一直在年限这边不断的一个震荡 围绕着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 这里我们说从这个成交量上来看 依旧还是一个萎缩的一个状态 没有放量 那么从筹码角度 已经开始发生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因为下方的支撑的筹码 开始变得越来越长 上方压力的筹码是越来越短 那么我上次就说过 要等待一根起稳的一个冲击性的阳线 那么现在前面 上次已经有一根大阳线顶上去了 顶在前面的压力位 在26.66均线这边对吧 然后下降压力线也到了这边 那么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回踩 那这个回踩最好不要破目前的3500点 在3500点这边能够形成一根放量的阳线 再次拉上去 站上所有的均线 就一阳穿多均线 对吧 如果上面的筹码也是开始全部站上的话 那么就大盘指数而言 权重股的行情就即将开始 但是我不确认这什么时候 是11月底还是12月初 但是这一波行情是肯定会来的 理由也有很简单 就下方我也看了 就是北向资金已经连续12个月 月月净流露了 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 在北向资金连续5年多的时间里面 这是第一年 唯一的一年 每个月都是净流露 今年已经是净流露3400多亿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创业版 创业版指数呢 其实在一个月之前呢 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慢慢的一个震荡上扬的一个过程 它的一个上升通道非常的完美 成交量这个筹码图也是下面支撑非常的一个强 那么跟大盘指数相比 最大的一个区别和特点在于 下方的成交量是逐日在增量的 每天的成交在一步一步放出来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很难说 这里就已经算是创业版到顶了 因为创业版前面顶部 有一个高点 这个高点下面的成交量 我记得是最大量应该是2970亿 那么目前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量 所以离上方呢 应该还有100到150点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现在继续还是维持着正常上升格局 到了前期这个高点 我们再来看这个成交量 那如果放的过大 特别是一个大量的一个阴线的话 再来谈这个危险 目前我觉得创业版的这个上升 还并没有完全的一个结束 我们再来对比六个指数 那六个指数呢 第一个是赤心股 赤心股呢 我觉得这一波的上扬 可能跟这个北交手上市呢 有一定的这样的关系 但是确实它也是 有一定的一个上扬的一个空间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科创版和创业版 基本上都是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上升通道 创业版的上升呢 来得更加的明显一点 那么这个我把这个元宇宙这个指数呢 放在这边 也是想说明 就是我们看着大盘指数波澜不惊 依旧还是正当驻底 如果我们单单看大盘指数 可能我们觉得没有任何的一个赚钱的机会 但是我们看着元宇宙这样一个指数 再看着创业版这个指数 其实我们会发现 其实赚钱的这个机会很早就已经来临了 可能我们就错过一个月了 对吧 其实现在我觉得 看着大盘指数来做个股的这个时代 已经过去了 现在应该是看着各个板块指数的一个切换 因为已经是永远的结构性行情 那么再来看这个护升300和大盘指数 这个对比呢 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什么底部震荡 因为上方的均线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强 所以我讲这些的原因就说明 现在基本上我们如果在股市里面去抓机会的话 应该更多的把这个精力呢 去放在板块指数的研究上面 可能这个机会会来得更多一点 那么从北向资金呢 从这个最近的一周一个月跟一个季度 连续净买的情况上来看 我整理出了十个他们买量最大的 这十个板块有个最要符合这样的特点 就是不管从周还从月还从季度 首先都是要净流露 然后再看本周近流露的前十名的行业里面 我们再来区分它的一个高低位置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不仅仅看的是资金这个实际买入的这样一个数据 另外我更要看到它位置的高低 因为位置低代表着它的安全度 位置高代表它的一个不稳定性 所以从整个指数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像电子元器件软件和通讯行业 这些高科技板块目前还是我们应该继续去关注的 因为它不仅处于资金流露前期 还是一个比较位置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 好谢谢徐初龙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 从指数的一个角度 从北向资金的一个角度 很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操作层面的时候 还得请徐初龙展开跟我们聊一聊 操作方面 是不是就刚才北向资金总结出来的 这些软件等等板块当中去寻找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季进峰 来听听季进峰对大盘的一个分析 来有请 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带来一张图 就是请老员切一下 就是第二张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其实里面是个对比图 里面这个黑色的线 是十年期国债的一个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那个黑色的是五年期的 然后那个浅色的是一个十年期的 我们看到这个 这张图中是代表了 最近一段时间利率的一个走势 我们看到五年期的明显强于十年期的 其实也跟大家在本月的时候 大家一直关心美联储的这个表态 就是说对于未来一个财政政策的一个表态 那么确实它的量化宽松 也开始缩减这个规模 实际上我们之前从六月份开始 一直担心这个缩减会不会对市场带来反馈 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走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第二个方面来看的话 加息的一个表态还是往后延了 所以呢 对整体实际上来说 还是一个偏鸽派的一个表态 所以呢 我们再切回到我们这个十年期 中国的国家收益率其实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走势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 虽然前期有过一段时间上的比较快 但很快就回落下来了 所以呢 整体的我们利率环境也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又看到昨天其实公布了十年十月份的 中国的各个经济数据的一个表态 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宏观经济数据 其实处于还是处于一个寻底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样一个寻底阶段的话 实际上在当前情况下 包括结合到上周 我们看到地产股其实有过 有所表现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一周的话 实际上这个表现的持续性并不是很强 那么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 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脱底的意味 而并不是说我要再来一轮比较明确的刺激的政策 所以在整个宏观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 改转向的情况下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篮筹 就像刚才老元开篇提到的 咱们所说的高低切换 这个低到底因为现在低的东西也有一些 银行也低 地产也低 对吧 然后刚才说的今天表现比较好的 消费和医药 如果从长周期来看其实并不低 但是说今年它的跌幅是比较大的 那么所以这种高低切换 我觉得不一定会产生一种群体性的 比如说我整个今年表现不好的 是不是都反过来涨一波 那可能是这种相对来说 有基本面诱因的一些 可能还会出现一定 就是原先大家集中在新能源车 光伏等等这些板块的 那么这些板块近期出现了一些 估值的调整的情况下 资金开始回补一些消费和医药 包括我们看到目前PPI的一个涨幅 其实还是略略大家超一些预期的 那么大家会有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PPI之后是不是会往CPI进去转 那么每一次 历史上每一次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对消费板块是一个正向推动的作用 当然这一波的PPI的高企 大家都会认为是跟疫情相关 其实可能不是典型的这种PPI的上行 但是我觉得市场还是有一部分资金是认这一块的 所以一些机构投资者其实是在做这方面的 再加上很多的个股 就像老人讲的酱油粗什么都在涨价 这种涨价可能又更加强化了大家这种认识 所以进一阶段的话 整个消费确实是有这种反弹 但我们觉得目前的整体风格 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 今天上次来的时候也是说消费这一块 对 然后所以我们觉得在目前情况下 整体性的高低情况宏观环境还不具备 但是各个板块如果结合到自身的一个基本面变化的话 其实是有这种局部的这种均衡 导致的这种低位的股票开始回升的 那么另外一块 其实刚才老徐讲到的元宇宙 其实元宇宙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 相对来说比较宏大 对吧 然后短期可能也没法证伪 那么所以历史上往往就是在整体行情 或者说赚钱效应并不是那么突出的情况下 这种相对来说偏概念的会活跃的 所以元宇宙其实它的持续时间 或者说它的概念持续性比较长 幅度比较大 一定从来证明了目前短期来看市场 缺乏一种类似于像5到8% 由行业紧急度 然后有一定业绩支撑的这种新能源 这种来推动 现在更多的是市场缺乏一个比较明确的主线 9月份以来其实轮动了很多板块 但实际上好像除了元宇宙的持续性比较强以外 其他板块好像涨几天就歇下去了 所以未来一个阶段 我觉得指数方面还会整体呈现一个 偏震荡横盘震荡的格局 那么未来需要更明确的 其他的一个宏观方面的诱因 来触发市场的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那指数还是依然以横盘为主 但是个股可能板块还是会比较活跃 对吧 是的 好那两位已经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 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先送出一个通知 咱们有看头家 炒股大赛是重磅回归 赛程变了 现在是三个月 比赛从10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始 报名通道现在仍然开启之中 点击有看头家APP首页炒股大赛按钮 即可参加比赛 赢取万元奖金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厂外嘉宾 今天先请出缺广敏 来听听广敏对行情的一个看法 有请广敏 今日两市大盘震荡小幅收跌 盘面看 酿酒医药板块涨足趋钱 由于大宗商品市场黑色系的持续调整 导致A股周期类板块依旧在拖累市场下跌 技术面看 户指目前连续多日上工20日均线未果 短线回踩10日均线后有望再次反弹 操作上关注目前处于强势的5G和软件板块 好 谢谢广敏的一个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两位嘉宾 一起来跟我聊聊带来的一些策略 现阶段的油气操作方面 比板块的分析更为重要 那首先呢我们要请出徐世荣 在请出徐世荣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景囊的一个情况 那景囊呢它是目前来看的很明显 前面一阶段跟市场纠结在一块 然后脱颖而出以后横盘整理最近又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走势 而指数我们可以看到 一直是下台阶以后一个横盘的一个状态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一个胜率高达81.58% 回撤只有3.55% 我想只有回撤控制好 那未来呢这个震荡上升的一个节奏呢 会越来越明显 那么同时呢它的一个稳赢长红的这个景囊啊 我看了一下 食品加工 软件服务 互联网传媒 这三部分呢 是占到了它的一个这个这个 目前大概45%左右的这个份额 那么其中呢食品加工呢 前一阶段来跟我们这个讲解过啊 那么今天不知道它是软件服务呢 还是互联网传媒啊 我们来听听听这个徐世龙的一个看法 来有请徐世龙 好的老员 我的锦囊呢 基本还是延续了一个紧跟机构投资者 就有北向资金的他一个操作 那我的逻辑也非常简单 首先说在做锦囊的有个原则 就是一定要什么控制出一个回撤 另外用基金操盘的方法 来稳定这样一个盘面的一个波动 在合适的时候加仓 然后取得一定的这样一个胜率 前期大盘很纠结的时候呢 我们也扛过了这样一段这个困难期啊 现在继续开始创出这个收益的这个新高 说明这个策略还是有一点的一个效果的 那么在选择策略的时候呢 跟我目前整个一个看盘的思路是维持一致的啊 我看好哪个方向 那我在锦囊里面也会去布局相关的方向的一些标定 那么目前我就是看好三块啊 一个是跟元宇宙相关的一个就是软件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食品饮料里面的一个跟乳品相关的 这个在每次节目来的时候我都提过 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 就是对整个一个软件服务我的一些看法 首先对整个软件服务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并不陌生 因为生活当中的各行各业里面 目前都是离不开软件的这样一个支持的 而整个一个软件行业板块 在连续四年的目前的营收的情况上来看 2021年是出现了一个微型的一个反转 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图里面就已经很明显看到 前期都是一个震荡上扬的下下跌的这样格局 但是到了2021年突然出现一个反转 那说明目前整个软件的一个国产化率 以及渗透率都是在今年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提升 那么从软件服务呢其实它是涉及到我们的很多的一个行业 大家熟知的就是像医疗 像自动驾驶 像云计算 工业软件 这个网络安全 安防 包括我们的炒股票用的券商IT 银行里面的银行IT以及智能教育这一块都是离不开整个一个软件方面的一个支持的 那么对于整个软件细分板块里面我们发现在最近的一年当中 哪些行业它的一个营收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增加呢 我们看像这个互联网金融啊像这个自主可控啊像这个相当于4.0嘛对吧 另外一个像智能驾驶 人工智能以及税务软件等等这一块 目前的它的一个整个营收的情况 较去年来比的话都是出现了显著的一个上升 这个跟我们前面第一张图里面讲的2021年的整个一个营收出现了一个V型反短啊 它都有一定的这样的关系那么在这些基本面数据的背景之下那么基本上作为这个机构投资来说 布局已经是相当的已经充分了啊 另外我们整个一个国内工业软件的目前的一个渗透率以及这个提升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巨大啊 现在目前最高的也就80%啊 离上方那基本上在4%到60%空间离80%还有很大一段 目前更何况上面到90%还有很大的这一段 所以前面已经开始出现反转但是可提升率呢还有很大的这样空间 那么也就意味着未来整个营收还会继续的增加利润还会继续的增加 那么从机构投资者的一个目前建商情况上来看我们也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对整个一个软件服务它的一个板块指数呢 它是处于一个非常平稳的横向的这样一个走势 像在前期啊我们说在今年的元旦啊 到一直到今年的8月份整个这段时间里面整个软件服务板块它就是个横向震荡 但是下方的一个增仓的速率啊非常的一个迅猛 到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就这一两个月时间我们看到在元宇宙这样一个事件的推动之下 加仓的速率啊已经是不是非常的抖直了 但是拉动K线的一个角度是非常的一个抖直 那就说明了一个现象 基本上机构投资的对整个软件服务行业的板块的一个控盘率或者也持绸的比率是相当高的 只要目前稍微有一点推动它的K线就会形成一个大幅上涨的这样一个格局 那么随着这个年报的来临三季报到年报之间整个软件服务业它的企业的一个利润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增长 那么对整个第四季度的一个机构投资继续布局拉升以及到明年一季报啊整个一个看好的一个周期 我们就觉得当下可能是对机构投资者对整个软件服务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布局的阶段 而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可能会跨年度啊一直维持到明年一月份年报落地才会真正的可能见到一个顶 那么目前你目前的一个上升来说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好啊谢谢徐世龙啊软件服务呢刚才我想最关键的是一方面呢基本面在改善啊 我们可以看到业细上升同时呢北向资金知识不倦的一直在买啊 而现阶段呢市场开始有所表现啊那这是徐世龙带来的一个看法 那么接下来要请出季进峰啊那季进峰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板块 来跟我们从逻辑上啊来跟我们推演一下来好的 那么市场的话现在进入到一个年末的一个阶段 那往往到这个阶段的话一个呢方面是业绩的真空期 同时呢第二个方面呢也是三级报公布完了之后呢包括结合到目前的一些行业那些高频数据啊 各个机构也都在做一些估值的一些切换的动作 那么从目前来看市场的刚才也提到行业板块的话 其实也是个非常轮动非常快的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轮动非常快的阶段的时候就需要呃 呃持仓的结构相对均衡啊不像前一个阶段 我们可能主线比较突出可以把这个仓位多布一些在这些上面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好像是一个磁器比伏但持续又不强 那么同时呢这种轮动比较快的情况下也不太适合这种板块来回的去 比如说去换仓啊特别是追涨杀跌 这这样的一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未来一个热点的研判上来看 实际上我们上一周上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提了像特斯拉的一个零部件的一个板块 其实最近几周的表现还是比较强的涨幅还比较大呃 呃包括此前提到的银行那其实大的思路上来看就是一个是走预期差的路线 另外一个是走的就是呃业绩高增长的路线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未来一个阶段的话 呃近期新能源也好光伏也好其实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未来一个阶段的话可能从这些板块当中出来的钱啊 我们觉得还是会去找这个业绩高增长的一些板块 那么呃呃从目前市场的选择上来看可能两个板块可能市场 关注比较高一个是围绕科技相关的呃 呃细分量看有有消费电子和芯片 另外一个就是跟军工相关的则是比较强 那么第二块呢就是传统蓝筹呃呃这个在房地产产业链 这个持续性并不强的情况下啊围绕着PPI到CPI传导 那我们刚提到的一些消费行业其实是目前也是得到资金的一个关注 那么讲到刚才讲到这个军工行业的话实际上呃我们留意到三级报里面来看 包括今年的半年报嗯很多军工企业的它的预收账款 包括它的合同负债的数量是非常大幅度增长呃呃 呃这个有点类似于原来我们讲白酒这个行业啊预收款预收款 就是说原来说白酒的预收款像一个蓄水池的概念就是你要拿这个货你先打钱 那现在就是下游的主机厂再给上游的供应商再打钱打完钱之后我点下订单 然后你赶紧生产生产完了之后交付所以呢这种显示出行业的景气度在提升 同时本身呃呃来看的话这种产能的释放也在逐步的加强 特别在2020年以后很多的企业界进入了一个新增新增产能的过程当中 一般二到两到三年这个过程就会完成这个产能的投放 所以这种产能投放一方面有量方面的一个支撑 那么第二块我们留意到这个军工行业的净利率啊 我们统计了2016年半年报到2021年半年报的一个军工行业的净利率 我们看到是一个稳步提升到今年的一个加速 所以这种净利率提升也代表了整个行业盈利能力的一个加强 那么在量和盈利能力加强的情况下 对于业绩方面就有相对的保证 那么我们为什么去觉得市场也好 或者我们的看法也好往这个军工方向再走 其实也是一种估值的一个比较 所以我们今天还带来一张图就是说表格 实际上就是今年表现比较好的光伏和动力电池这个板块 其实我们用PEG的角度 因为大家就成长过的话 往往会用PEG这样一个角度来做一个估值的分析 那么今年在光伏和动力电池这个涨幅比较大的情况下 现在的PEG基本上一个是1.57 一个是1.66 其实总体来看平均要1.6这样一个PEG 其实是比较贵了 而军工板块目前的PEG在1.04 就在1附近 大概60% 大概60% 大家知道PEG在1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估值 然后呢你跟那个光伏性能源比呢 显得好像我这个安全边际还是比较高的 也没有显示出有很大的一个大家说泡沫在 对吧 然后呢我今天又带了四个图片 这个图片怎么来更形象的展示呢 这个红色的线是代表一些军工企业的一个市值 橙色的线呢是代表它的一个PE 我们看到在20年以前 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非常同向的关系 就是市值是随着这个PE的波动来变化的 那么而到20年201年这两年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明显出现减刀差 市值在不断提升的过程当中 而它的PE在不断下降 说明什么呢 就是它的业绩增速远远高于市值和股价的一个抬升 说明它的业绩在得到逐步的释放 原先的话我们觉得军工行业缺乏业绩 但今年看来看这个业绩的提升是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觉得未来一个阶段的话 军工板块的一个机会 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显 好 那我想最后几张表格 是说明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尽管它又上涨 但是跟业绩相比呢 这个涨幅显然不及预期 跟其他的一些行业相比呢 它也似乎脱离了一大截 那这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契机 让军工板块有一定的一个成长 那我想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自投APP 2021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有5G投资图谱 有新能源配置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聚焦5G新能源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抛析各产业链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1年把握行业的一个趋势 接下来要请出张瑞泽 来听听张瑞泽对行情的看法 来 整体市场我还是偏谨慎的 但我认为不会有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还是觉得 会以结构性的机会为主 首先我肯定 对高估值的科技成长类的行业 是回避的 理由是刘瑞信如果降低的话 对高估值板块是比较不利的 对未来三个月看好的 是币选消费板块 三季度的业绩它们见底的 虽然估值比较高 但确定性是比较强的 并且离年报公布的时间 还有半年左右 期间的业绩是无法证伪的 所以我是比较靠这一块的 好 谢谢张瑞泽 那么接下来要进入有看头家 来的板块要请出乌州了 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 应该说从指数的一个角度来 不仅如满意 那么这个其中下跌的时候 是不是有什么机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来听听乌州是怎么分析的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家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乌州 谢谢老元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家来的 我是乌州 今天指数基于载幅震荡 个股也出现了明显的风化 结构性行情中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低微启动 并且具有持续性的投机会呢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张PPT 医疗服务板块指数 在七八月份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调整 最大跌幅超过了30% 但调整过程中 我们发现北上资金并没有明显的流出技巧 反而在八月份开始就在积极的逆势做多 近期医疗服务板块指数 二次回踩 确定前期低点的有效性之后 再度震荡上攻 今天放量突破二次均线 MACD指标低位二次出现金差 说明后期有望加速上涨 走出WD的形态 从资金面来看 近期机构资金六天进买入超过20个亿 北上资金18天进买入也超过20个亿 说明大资金都非常看好这个方向 那我们作为个人投资者就要引起重视了 那具体资金近期流入到了医疗服务板块中 哪些个股呢 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名单 详细的梳理了医疗服务板块中 近期有资金持续在流入 并且形态还出现走强的一些品种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免费的领取 再来看一下下面账BBT 这正是医疗服务板块的120品种 我们看到该品种7月份高点调整以来 最大跌幅也超过了40% 今天率先于板块指数放量突破了60G均线 和筹码风封顶的压制 后市有望引来主升纳的行情 此外机构资金四天进买入约4个亿 北上资金三天进买入超过2.7个亿 说明大资金都非常看好这类型的品种 那如果您想领取此类更多值得关注的品种 那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安卫码 来免费的领取吧 那除了重点关注医疗服务板块指出低位的 一个投资机会之外 我们后面目前市场中 还没有其他类似值得关注的一些方向呢 再来看一下下面账PPT 前期和大家分享的食品加工板块 和软件服务板块 今天都出现了一个小步调整 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懂 并没有跌破5月均线 5月均线是短期的生命线 在没有跌破5月均线之前 短期我们都不用过分的担心 目前两个板块指数中期趋势 依然还在上涨趋势中 如果短期的调整 调整比较到位的话 也正是我们二次上车的一个机会 特别是食品加工板块 在涨价逻辑的价值下面 平价的基础消费产品 有望迎来跨年的一个行情 好了今天的行业之后分享 就和大家先聊到这里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员 好 欢迎回来 现阶段的一个指数震荡 操作要不要以低位的一些个股为主呢 那这个问题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来听听我们的投资者是如何思考的 来 当下行情常常犯难 想抄底怕行情再下台阶 想换股手中股票一身套 再看看又怕行情反弹踏空 怎么办 当下阶段你更需要理性交易 盲目抄底不可取 现在就将帮你解决问题的 底部思维交易法 免费送给你 从四大维度提升你的交易能力 现在立即拿出手机 扫描平板二维码 现在扫 马上就能免费领取 拿到底部思维交易法 你会发现 它可以帮助你选出 穿越牛熊的低估值板块 教你快速找出 反弹持续性较强个股 同时识别出起涨点 还可以实时监测资金流向 从四大维度 助你把握当下行情 避免踏空 简单易学 尽快扫描平板二维码 免费领取 抢先使用底部思维交易法 早一天做聪明交易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彌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加值一算 今日要高低 一开国业 今日要开盘 不我要梦啊 能用成的一生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求我的 求我的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 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连连看 中游连续上涨 能否持续关注呢 分享一条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留言当中说啊 目前市场资金 依然在景气赛道里 积极寻找补涨的方向 这段时间呢 最猛的是汽车零部件行业 这是上游价格下跌 直接受益的行业 而锂电板块当中 隔膜扩产难度较大 边际价格还在上扬 另外呢 锂矿由于资源毕竟是稀缺 所以价格还是保持坚挺 光复也同样 硅料扩产上游价格难以上涨 锂电光伏的上游扩产 都立好各自的中下游产业面 比如说锂电的电池行业 和光伏的中游组件等等 那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谈谈您对A股市场的看法 接着呢 请袁靖欣来揭晓今天 微信的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 是如何选择的 是认为是第一位操作的方向为主 认为是的 是82% 认为不是的 18% 看来咱们这个栏目的一个观众 还是非常的一个理性 是以第一位为主 那此外呢 这个对于嘉宾观点的一个认同度 我看了一下是徐世龙更高一些 咱们再来看一下观众的一个留言 一位观众说 指数反弹过程中 一直都未能修复上当留下的一个缺口 但也没有回调太多 说明向下还是有多方的一个支撑 只是向上没有力度而已 市场仍将维持震荡 更多的是偏向于题材炒作和防御属性的一些板块 第二位观众说 目前的市场操作一定要灵活 市场在震荡过程中 板块轮动切换的一个频率会比较快 操作上仍以潜伏为主 切勿频繁换股去追高 指数上继续等待信号 什么时候突破20天均线 什么时候趋势才有望转好 现在偏防守为主 这是两位观众给我们的留言 那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看看今天的一个回落 技术上如何来看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遵守 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 经常使用的操盘系统 MACD三部买卖法分享大家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马上领取 MACD三部买卖法 通过三部来帮助判断买卖点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提高看盘能力 你不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新指标越来越多 但是像MACD这样的经典耐用的 传统指标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 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 如何利用MACD指标 排除部分盘中虚假信号 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 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MACD三部买卖法 这个方法包括了 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 配合着实战里讲解 好不好用呢 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 立即扫描二维码 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 事实会给你答案 本节目由冠生原蜂蜜联合赞助播出 冠生原蜂蜜 严选 优质蜜圆 五重清晰过滤 六十九项安全检测 封闭式管道化操作 安心好蜜 冠生原蜂蜜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智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金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智头 本节目由冠生原蜂蜜 联合赞助播出 冠生原蜂蜜 安心好蜜健康投资 在周三的操作当中 我们该留意哪些领先指标呢 那接着就跟随原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从上证指数开始 那么今天呢 市场是平开 平开以后呢 上午就上来就一波 直接拉升去冲击 上方的三千五百四十八点 这个位置啊 尽管冲是冲上去了啊 到了这个位置上方呢 是多了一个点啊 但是呢 很可惜啊 没有办法站稳 就开始回落了 那这三五四八呢 是昨天我们给出的 参考波动区间的一个上限啊 午后呢 是出现了一个带量的一个回落 收了一个数量到锤头线 明天如果无法站上五日均线 啊 那么再度考验年限的一个几率啊 就会大增 从趋势来看 月转多周空日转空的一个趋势 应该要保持谨慎了啊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三五零六啊 到三五三八 那么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啊 下方呢是以年限为准 上方的六四均线 那最近这几天呢 上方的一直去上摸 试图去上摸六四均线 但是呢仅仅碰到 离六四均线不远的半年线 就赛于而归 那么今天呢 冲击三五四八点啊 那么实际上就是摸到了半年线啊 三四均线 这里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回落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呢我想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上方的在这里啊 应该是三四均线附近 已经连续三根小K线啊 摆在那里 而且呢 今天的一根K线是什么 留下了长长的一个上影线 表明上方的一个压力是比较重的 而昨天呢 你仔细去看一下的话 它的一个下影线比较长 昨天是探了十日均线啊 这个是十日均线还是五日均线啊 探了一下呢 以后没有跌破啊 五日均线啊 那今天呢 最后收盘的时候是已经跌破了 所以明天回到五日均线上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如果回不上去的话呢 那很可能呢 就是要下 往下去探下方的一个支撑了 就类同于什么 这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连续四天想上摸啊 上方的六十日均线站不上去 如同于这里啊 是连续四天想要上三十日均线一直上不去 那么现在呢 已经连续三天了啊 想要上半年线还不能上啊 所以这里位置感非常重要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呢今天是平开 上午呢是攻击五日均线啊 站上去了 但是呢 午后非常可惜啊 是跟随骨子出现了一个下滑 收了一个缩量到锤头线 下行的一个风险明显加大 需要谨慎了 从趋势来看 越多周多日空的一个趋势 是需要观望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不动区间 3377到3411点 那么其实在这根大阳线出现之后 我们一直强调啊 这根大阳线的一个重要性啊 之前说这根大阳线不能破啊 那么连续三天呢 是在大阳线的中位 但此后呢 我们发现了这根大阳线出现以后 一直沿着什么 五日均线上升 从昨天开始 低破五日均线 并且昨天跟前面几天的一个K线 结合在一块块 就是黄昏之星 那么现在呢 不看黄昏之星 连续三天阴线 今天呢是一根 上摸五日均线 无法站稳 反升向下的一个垂头阴线 那么这些都表明这个位置上方 压力是比较重的 当然我也相信随着成交量的一个放大 应该是有机会去摸更高的啊 三千啊 这个五百多点的 这个大概七十六点吧啊 七十五点七十六点的一个位置 今后应该会有机会 但是这一波上涨呢 通道太窄 如果有机会拓展一下通道 再来上涨的话 那后市的一个几率可能更大一些 这是明日抢先报的内容 我们稍事休息以后再回来 再来请出两位嘉宾来聊聊 接下来怎么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上海整装家装狂欢节盛大开启 要装修的业主 不要错过一年一次的优惠列度 现在千月下定 价值两万元全无设计费全免 价值三万两千元全场家具任你选 还有万人煮电 空调 洗衣机 双开门冰箱等大件家电 全部升级送送送 狂欢活动还没结束 凭电话预约码到店签约 还能参加一元秒杀 有机会获得 价值6999元的双开门冰箱 价值7998元的全尺头马桶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现在就赶紧拨打上海整装 官方热线 400338338 或扫描二维码 或取活动名额 最后的重磅福利 筹金签约加赠999 老凤翔轻条一枚 赶紧打电话 预约吧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近期看到不少股友们抱怨说 股市真的难以捉摸 投几勺的时候 买哪只股票都是涨 一旦重仓或者满仓了 投哪只股票都是跌 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今天我们就把 平时实战讲解用的 烽火战法分享给大家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烽火战法是一款 专门用来捕捉强势品种 买卖点位的交易系统 火炬是进场信号 火堆是加仓信号 简单易懂很好掌握 另外从热度和资金流向方面 帮助大家沿探个股趋势 所以还没有领取的朋友 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使用了 大家再也不用 因为不懂股票知识 而错过买卖时机 烽火战法 长期以来很受 广大股民朋友的欢迎 建议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来领取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把握市场上一些 不错的风口机会 在2021年 打一个漂亮的翻身战 第一财经有干渡家 2022年强跑策略课 来了 由动物证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 陈李看到资产总经理潘江 第一财经特约嘉宾沐维华 居永和老远等11位大咖 为您线上解读资本市场热点政策 未来三到五年黄金赛道的一个投资机会 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下载并登陆 有看头家 畅听五小时的干货内容 进阶您的投资方法论 有看头家 让投资大有看头 那接下来我们请出季敬峰 来听听季敬峰的看法 有请 好的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 我们看到军工行业的一个预收款在增加 实际上就给到我们一个思路 就原来像5G产业链的时候 我在建设的当中 那么设备在先 有些原材料在先 所以我们在军工选择的时候 居然看到这个现象 就是我们先找上游的原材料 比如说军工的一些电子的 MLCC等这些行业去做一些布局 这是选股第一个思路 第二个思路就是说 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两年 其实军工的企业当中 大量的进行了股权激励 19年和20年的股权激励 这些数量超过以往的6年的一个总结 那么从股权激励来看 也是激活企业的活力 从历史数据上来看 实施股权激励三年以后的 股价的上涨概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 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 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一个企业家在困难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决策 又是困难 企业又应该往前走 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就是要形成快速的